咱们来继续说 刚才咱们不是说到了 在我建立决策数当中 跟节点当中 咱们都是怎么样进行一个选择 那现在咱们再把这个问题 再给它进行一个延伸 就是刚才给大家举出来的特征 都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说我们的特征 它都是一个离散值 一个离散值 就是说当前我们拿到一个特征之后 它是有一堆属性的 这个时候比较好分 就是按照属性去分 不就完事了吗 那这回如果说你拿到的数据 它是一个连续值呢 连续值怎么办 连续值这个时候 我们就得选一下 咱们想就是说 现在连续值 我们一般就是一堆数嘛 这一堆数我们要做的 就是说能不能把连续值 进行一个离散化呢 所谓一个离散化 咱们最简单一种办法 就是进行一个二分 也就是说第一步 我们是先把连续值进行 按照一个从小到大的排序 然后什么叫二分 说白了就是说 在一个地方切一刀 我说左边的属一个类别 右边的又属一个类别 这就是一个二分 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一看 在这块能切一刀 这也能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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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我们连续值的时候 我们需要干什么 我们需要辨历一下这些值吧 把这些值啊 说白了 我们可以都进行一个辨历 辨历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要去找 在哪一块进行一个二分啊 它是最合适的 说实在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相当于什么 在连续值当中找出来那么一个离散的点 按照当前这个离散点里边 我们进行一个切分 切完之后啊 我们又得到了一个左子数 还有一个右子数嘛 所以说连续值 我们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处理的 实际上呢 一个离散化啊 就解决了咱们的一个连续值的问题 那下面我们要来考虑的就是 在决策数当中啊 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了 咱们刚才说完了决策数是怎么建立的 好像在决策数建立过程当中啊 就是说 假如说你有100个特征 那我就用100个特征去构造出来一个数 不就完事了吗 每次啊 我都要去找最好的 那现在我们的问题来了 你建立出来这个数啊 是不是也太大了 如果说你的特征非常多 而且呢 在多的情况下 咱们每一次都是把每个特征都用上了 那这个时候这个数啊 是非常庞大的吧 那在咱们家的小区当中啊 咱们是不是看到就是 经常有些园丁啊 帮我们的一些树啊 花药草草啊 进行一个修剪吧 修剪之后啊 它的目的是什么啊 希望我修剪之后的这些花药草草啊 看起来更规整 更漂亮一些吧 也就是说啊 现在啊 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决策数的减枝的策略 那咱们先来想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进行减枝啊 说白了 就是决策数啊 本身来说 固扭盒风险是很大的 什么叫做一个固扭盒风险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拿到了一个数之后啊 它在训练级上表达效果很好 但是在测试级上呢 它的表达效果就很差了 这也该怎么解释啊 其实你可以这么想 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个数据样本 假设说啊 你构造了一个数 这个数当中呢 你会把100个咱们的一个数据样本都落到对应的一个叶子节点上 那是不是说 如果说每一个叶子节点 咱们往下一直无休止的分下去 可能其中的叶子节点有两个 你看它有两个 你再给它切成一个 再给它切一刀 分成一个和另一个 那是不是说 所有样本都会落到唯一的一个叶子节点上 所有样本既然说一个叶子节点只有一个样本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每一个叶子节点啊 它都是极度纯净的 也就是说理论上呢 我们可以用决策数啊 把数据完全的分得开 这个就是说 如果数足足大 那每个叶子节点 它不就是只有一个数据了吗 那这种情况下 咱们的做法是好还是不好啊 肯定是不好的 因为在测试集当中呢 咱们的数据啊 来了之后啊 就会乱走了 因为你的数太庞大了 它的分化能力啊 是很差的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样去做我的一个减值 在我的一个减值当中啊 我有两种策略 一个叫做一个预减值 一个呢 叫做一个后减值 预减值啊 和后减值是我们最常见的两种方案 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来给大家概述一下 这个预减值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在我建立决策数的过程当中啊 我边建立边减值 什么叫做边建立边减值啊 比如说现在呢 你的特征是有十个的 那我建立的过程当中啊 我就要想 我这十个特征 一定要都用得上吗 不一定吧 用十个特征当中的五个 可不可以啊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限制一些参数 限制这个参数啊 会使得这个数啊 它建的不是那么庞大 那十个特征 是不是说建立出来一个深度为十的 因为每个特征啊 它都是一个节点嘛 那五个特征呢 是不是深度为五的 也就是说啊 咱们预减值 可以控制树的一个深度 光控制树的深度就可以了吗 那是不是说啊 这个树很矮 但是很胖也可以啊 很胖也不可以的 我们也要限制一下 就是一个叶子节点里边 酱米树 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些参数啊 咱们说边说说边带来说这个事儿 还有个东西呢 叫做一个后减值 后减值什么意思啊 它的意思啊 就是说我先不管你这个 就是建立过程当中啊 它是什么样子 我先去建 反正说先按照咱们一个最原始的逻辑吧 反正建立好这样一个决策数 建立好之后啊 然后我再回过头来进行一个减值 这不也是可以的吗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说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啊 叫做一个预减值 另一种方案呢 叫做一个后减值 预减值啊 就是边建立 咱们给它边减 后减值呢 就是说建立完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进行一个操作 那你说这两种方案啊 咱们用哪个是比较合适的 其实现实上来说啊 好像一听用哪个都可以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普遍啊 都是用预减值来进行控制的 因为预减值啊 它是边建立边停止嘛 相当于啊 就是简化了你的模型 让你的复杂度更低了一些 也是建立啊 在时候咱们可以更省时间嘛 更省一事儿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用的一个策略当中啊 用预减值是更多一些的 因为这个预减值算法啊 它是一个更实用的 但后减值是不是就不实用了呢 其实也不是这样 因为后减值啊 稍微麻烦一些 你得把数啊 构造好之后 我还要算一些其他值 算值啊 一会儿来给大家来说一下 咱们先来看吧 右边这个图啊 就是我的一个决策树 长什么样子 在我右边这个图当中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在右边里啊 我们是构造了一个树吧 这个树啊 就是咱们之后还会给大家说 在我们的那个SKLEAR 就是机器学义库当中啊 有一个机器学义库 Python的叫做SKLEAR 用SKLEAR酷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决策树的模型 给它画出来 那其实呢 咱们也可以说有这样的事 就是决策树这个算法啊 为什么说用的比较广啊 有一方面在于就是 第一点就是说 它效果还是不错的 必须是有效果才能被用起来 第二点呢 就是说 它这个可视化效果也是不错的 因为当我们再去做可视化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些复杂的复杂算法吧 咱们之后都会说啊 像是知识相机啊 神经网络啊 那些东西 看起来都比较复杂 那些复杂算法 有一个什么样的缺点啊 一方面来说啊 计算量很大 另一方面来说啊 没办法去做一些可视化展示 所以说当我用决策树算法的时候啊 我在做一些可视化展示的时候啊 它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一个节点 你看你先选择了什么节点 在节点什么位置切了这么一刀 这些东西啊 都是你一不了然的吧 你都是知道的 所以说呢 这个决策树算法 是便于我们进行一个分析的 我们当我们构造完一个决策树了之后啊 我可以回过头来进行分析啊 哪些特征比较重要 为什么在这块切了一刀 我都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吧 所以说啊 这个决策树还有这样一个优点 它是非常便利于咱们进行一个 可视化展示 以及呢 分析的工作 然后下面啊 咱们就来说一下 在我的这个决策树当中啊 就是我这个预检之和我的后检之啊 都分别做了一件什么事 咱们先来看我的预检之啊 预检之这里列出来几点 咱们先来看第一点 第一点啊 就是说我要限制一个深度 限制深度啊 相当于是咱们限制了一下 咱们的一个好比说啊 就是限制了一个 你的一个特征数吧 假设说 我现在限制这个数 这是深度一二三 假设说啊 我现在限制了一下 咱们决策树啊 深度是必须是小于三的 那你说是不是相当于 在三这块下面就切了一刀啊 下面的还有吗 下面就没有了 建立到三的时候 它就停止了 它就不会啊 再往下进行一个建立了 还可以建立什么 还可以建立 这是咱们第一个啊 就是限制一个深度啊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在决策树当中啊 咱们最常指定的这个参数 就是去建立一个数的深度 然后呢 还能建立什么啊 第二个 一个叶子节点的个数 什么叫叶子节点个数啊 咱们先来画一下 在我的右边图当中啊 哪些是叶子节点啊 这是叶子节点 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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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也就是说啊 所有 就是到最后了 它还没有进行一个分裂的 这些呢 就是一个叶子节点 这些叶子节点啊 咱们来看 我限制什么啊 我可以限制叶子节点个数啊 如果说 当我指定了一个叶子节点 最多的个数是五个的时候 咱们来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下面还有吗 下面就没有了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可以指定一个叶子节点个数 如果说啊 叶子节点个数是限制了一个数 那当咱们达到这个数的时候 还要进行 还要往下分裂吗 咱们就不需要再往下进行一个分裂了 所以说啊 这是我第二参数 我可以限制啊 咱们的一个叶子节点的个数 还能限制什么啊 还能限制一个叶子节点的样本数 说白了 就是说 这里呢 咱们不是有很多个叶子节点吗 在这些个叶子节点当中啊 是不是 各自啊 都有一些各自的一个样本的数量啊 那这里 我们可以进行个限制 就是说 我们限制一下咱们叶子节点的一个样本数 比如说 比如说某一个叶子节点 我看了一下 里边样本只有八个 那如果说 我限制的一个值是限制成等于十的时候 那是不是说 现在只要叶子节点个数 它是小于十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不要进行一个分裂了 那它是有八个样本数 我还要进行分裂了吗 八个样本数啊 我就不要再进行一个分裂了 这个就是我叶子节点的一个样本数 然后呢 我还可以限制什么 还可以限制一个信息增益吧 信息增益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也比较简单 就是说 刚才咱们不是说 基于商值 基于经济系数 都可以算一个差值吗 那这里 我们也可以基于差值来进行限制 比如说 某一次分裂跟下一次的时候 信息增益啊 是小于 我设置了某一个预值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也可以不让它进行一个分裂 这个就是我可以限制一个信息增益 但是一般情况下 就是前三个 像是深度 叶子节点个数 叶子节点样本数 这三个是咱们最常要进行一个限制的 之后会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样用SKLEAR做咱们的这个模型 到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些参数都是怎么样进行一个指定的 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预简值的一个策略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 下面还有我的一个后简值 后简值什么意思啊 后简值啊 它也是要通过一些的衡量标准 这个什么意思啊 咱们先来说这些 这一个字母什么意思 CRT啊 什么意思啊 这块有CT CT啊 就表示着当前的一个损失 损失是怎么去算的 损失啊 咱们一般是这么算的 就是说 对于某 选择上它的一个经济技术 这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啊 这个CT相当于是对于每一个叶子节点都去算 先算叶子节点当中一共有多少个 再算这个叶子节点 它的一个伤值或者经济数多少 把它们累穿在一起 再把所有叶子节点都加到一起 这就完事了 然后呢 后面什么 后面是一个加上了一个alpha beta t leaf alpha beta t leaf什么意思啊 这个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限制咱们叶子节点的一个个数 你看t leaf就指的是叶子节点个数 我把当前的这个柿子 加入到我的损失海路当中来 说明什么 说明要让这个柿子整体越小越好 整体越小越好说明什么事啊 咱们的叶子节点如果说越多 是不是就损失越大呀 那后简直可以怎么去做啊 后简直就好比这么一回事 比如说这个叶子节点 它要不要进行一个分裂呢 要不要进行分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么指定 比如说当前啊 它里面的样本数是个9个的 那如果说啊 它不进行分裂 那是不是说9 再乘上进力系数0.49 不进行分裂啊 它是几个叶子节点 就自己吧 1alpha 这就是说它原始不进行分裂 那进行分裂之后呢 咱们要看的就是 它分裂完之后啊 这些叶子节点 叶子节点什么 这三个吧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这个呢 3乘0 3乘0 加上呢 下面 3乘0 再加上这个 3乘0204 3乘上0.44 还要加什么 还要加上叶子节点个数吧 123 加上一个三倍的alpha 那这个alpha是什么意思啊 alpha就相当于是你的一个气数了 而气数越大说明什么 alpha越大说明你的叶子节点数不能越多吧 因为你要使得总数是越小的 alpha越大 相对来说体力幅应该越小一些alpha越小的体力幅稍微大一些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个式的写成是一个一式下面式的写成一个二式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一式和二式的一个值 哪个值大 我就是说它效果不好吧 如果说二式比一式好 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进行分裂 如果说一式比二式好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进行这个分裂就完事了 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后键值 后键值啊就是说啊 通过建立完决策数之后 我们指定了一系列的衡量标准 在衡量标准当中啊 我就要看一下 对于每一个键来说 它要不要进行一个分裂 如果说它不分裂效果反而好 那我是不是就不分裂了 在这里啊 这个就是一个后键值的策略 这里边呢 咱们对比了一下 就是有预键值还有后键值 刚才也是说了 咱们更常用的是这个预键值策略吧 因为预键值策略啊 会使得啊 咱们的一个效果要比之前好的一些 所以说不管是效果 就是说预键值 其实呢 它是各容易进行实现的 所以说啊 现阶段啊 我们普遍都是用预键值这个策略啊 来去完成我们的这个决策数 那这个就是我们决策数当中啊 一个整体的一个内容 好 好 好